AI助攻 自動化及機器人產業大升級 哈囉大家好我是益聖 歡迎收看每週晚上8點整的 益聖向前看 帶給你淺顯易懂的產業知識 隨著全球的人口走向高齡化 加上AI等科技的進步 工廠自動化的比重正持續的提升 人類的工作也逐漸的被機器人取代 像是掃地機器人iRobot 而在幾年前 這個軟體銀行也推出了 陪伴型的機器人Paper 或許在你我的將來 機器人將成為不可或缺的家庭成員 然而一旦讓機器人擁有思考的能力 是否未來有可能會反過來控制人類呢 在2004年上映 由威爾史密斯所主演的科幻電影 《機械工迪宗》 到了在2035年 美國USR公司開發出最先進的 智者五行智慧機器人 但這批機器人不但不聽從人類的指令 還與人類發生了激烈的衝突 甚至還實施了宵禁 將人類關在家中 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是對的 人類是錯的 不過目前市面上還沒有會獨立思考的機器人 所以大家不需要太過擔心 可是在可見的未來 在AI的助攻下 自動化及機器人產業 將有機會大幅升級 進而提升生產的效率 甚至改善人們的生活 這一集我們逸勝向前看的單元就要來跟大家聊聊 有機會受惠AI升級上機的自動化及機器人產業 以及相關的公司 包括2049的上癮 6166的凌華 6188的廣銘 以及8234的星刊 那在我們影片開始前 各位記得幫我們按下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 首先呢 我們先來跟大家定義一下 什麼叫做自動化 自動化指的是使用機械 電力等能力以外的人員 進行監視操控 以及達到節省能力 減少人為錯誤 提高產品品質等目的 那自動化產品線 主要涵蓋工業自動化控制系統 以及呢 現場設備兩大塊 其中呢 現場的設備呢 包括工業網路設備 辨識系統 工業機器人 伺服馬達 驅動器 電池開關 以及感測器等等 那根據呢 聯調機構啊 Markets & Markets指出啊 全球自動化產業市場的規模呢 將會從2021年的 1331億美元 成長到2026年的 1978億美元 年貨合成長率呢 是8.2% 那主要成長的動能是來自於工廠 加速導入 物聯網 AI等新的技術 以及呢 各國政策的獎勵 另外呢 他也同時指出啊 就這個自動化產業 各關鍵產品市場而言啊 規模排名前三大的是 感應器 工業機器人 以及機器視覺 那他們合計的比重呢 達到50%到60% 至於台灣的廠商 主導的工業電腦 比重呢 則為7%到10% 那目前呢 全球自動化商機 大多由歐、美、日等大廠所把持 像是呢 德國的西門子 美國、艾莫森、日本、發納科等等 台灣廠商呢 則是在工業電腦 以及像是線性滑軌等 傳動元件啊 佔有一席之地 另外呢 根據研調機構IFR指出啊 2021年全球工業機器人 安裝數量為51.7萬台 並且呢 推估 2025年將會成長到69萬台 那其中呢 最大的工業機器人 安裝國是中國 2021年呢 它的安裝數是26.82萬台 以及呢 運轉中的這個數量 更是呢 超過了百萬台 至於呢 平均使用量的 第一名的國家是韓國 在2020年呢 平均每一萬個韓國人 使用了932台的機器人 當然呢 這個距離 剛剛所講的那部電影 機械工底所描述的 在2035年啊 平均每五人使用一台機器人 還有不小的差異啊 談到這個自動化與機器人 我們就不得不提到 要跟大家介紹的 第一家公司 2049的上銀 那這也是呢 國內的自動化指標 因為上銀的主力產品啊 滾珠裸桿 及線性滑軌 所組成的單軸機器人 直角坐標機器人 可以達到 高精度定位 高速度移動的要求 舉凡呢 任何與直線運動有關的 自動移動設備 都可以看到滾珠裸桿 及線性滑軌的蹤影 那目前呢 上銀啊 已經是全球第三大的滾珠裸桿廠 仅次於呢 NSK 及 THK 這兩家日商 此外呢 上銀也生產單軸機器人等工業機器人 這幾年約佔它營收比重 5%到10% 對於呢 今年2023年下半年的展望 這個上銀呢 是比較持保守的看法 主要是因為 全球最大的自動化市場 也就是中國市場 正在進行結構的調整 而根據Betcet最新的調查 有17位的分析師對於上銀 所做出2023年的EPS預估啊 平均值呢 落在9.06元 較去年2022年的EPS 12.98元是衰退的 然而呢 就產業轉型啊 缺工 勞動力成本上升等驅動因素來看啊 自動化市場的成長趨勢能在 而智慧製造電動車新人員等新興應用 也將帶動自動化持續的升級 所以啊 上銀中長期啊 仍然是值得大家關注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跟大家介紹的另外一家公司 是6166的凌華 凌華呢 是2360自貿的轉投資公司 自貿目前持股比重啊 剩下是不到一成 反而呢 面板大廠2409的友達 因為看好凌華 邊緣運算解決方案的發展潛力 在2020年啊 取得凌華將近兩成的股權 另外呢 在2020年的7月啊 凌華跟鴻海合資成立了 法博智能移動公司 那凌華持股比重是49% 這間合資公司主要專注於啊 自主移動機器人領域 並化足無人搬運車業務 什麼是自主移動機器人呢 就是指機器人能夠立即的 自主來複製任務並協同作業 如果有一台機器人異常 整個機隊呢 也會自動的派出最適合的機器人 來協助完成作業 對生產、餐儲 以及零售、醫療等產業相當有幫助 凌華董事長劉均表示啊 把一台機器做好只是基本的 最重要的是要能整合 疫情機器之間的溝通合作 而這個呢 就是透過凌華以DDS 所謂的實時資料分散式服務為基礎的 群機自主軟體平台所提供的服務 跟這個洪海合作呢 對於股本只有21.75億的 以後來看 後續可以想像 他的商機是非常可觀的 那凌華呢 在2022年稅後盡利是8.06億元 創了12年以來的新高 其中啊 出售中和廠房的一個貢獻呢 是3.56億元 那展望今年2023年 雖然凌華第一季營收年增12% 稅後盡利年增45% 但由於客戶去花庫存的速度啊 稍微低於預期 下半年展望啊 會比較保守 前年的營收呢 則是力拼較去年2022年小幅成長 不過呢 凌華目標啊 是要成為一家 邊緣運算解決方案的領導廠商 而且呢 公司長期啊 為當紅炸子機啊 輝達的合作的夥伴 布局邊緣智能 就是所謂的Edge AI商機有成啊 那近期的接單呢 已經大有漲獲 營收貢獻呢 將會落在2024年 劉均也表示 未來邊緣運算呢 有三大的發展趨勢 首先呢 各類型的設備會越來越聰明 稱為呢 邊緣智能 那第二呢 則是越來越多的漂亮的臉 也就是高階技術的面板 加上呢 聰明的腦 也就是處理器 整合出應用在娛樂 醫療 智慧工廠等不同領域的邊緣智能 最後呢 是聰明的自主移動機器人 未來啊 凌華在這三大趨勢 都將會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接著第三家要跟大家介紹的公司 是6188的廣民 那廣民的最大體財 來自於他持股 高達八成的子公司 達明機器人 根據廣民財報揭露啊 達明在2022年 稅後盡利1.43億元 年增1.65倍 若以實收資本額9億估算 EPS為1.59元 董事長何世祠表示啊 目前呢 仍然先努力的來擴張業績 穩健獲利 之後再來考慮申請上市櫃 達明呢 在2023年3月發表了 業界最輕的 高負載AI協作機器人 代號TM20 強調呢 最適合搭配自主移動機器人 那是半導體3C電子產業 醫療產業等領域的 自動化最佳解決方案 舉例來說 當這個自主移動機器人 使用達明機器人 導入的半導體應用時啊 內建智慧視覺 能夠彌補它行走誤差 並精準的定位進行 快速取放的任務 不需要額外整合視覺 那也降低整合的時間與費用 法人表示 達明AI協作機器人 有機會搶攻歐洲市場 渴望在今年2023年 就有具體的營收貢獻 那廣民呢 2022年的EPS為3.91元 較2021年的3.57元成長 主要呢 是因為投資了達明啊 獲利年增了1.65倍 但是呢 2023年 今年的第一季EPS為0.71元 較去年同期的0.93元衰退 則主要是受到匯兌損失拖累 而達明機器人 貢獻廣民營收 在2021年及2022年啊 都維持在12%左右的水準 那未來可以期待啊 AI協作機器人的成長性 進而呢 帶動廣民營運啊 進一步的走高 好 那最後一家呢 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呢 就是8234的新漢 新漢呢 自從2012年正式轉型為 解決方案供應商 跨入工業4.0 智慧機械以及機器人控制器的範疇啊 那麼在2018年新漢將專精於工業自動化解決方案的 創博分拆出來啊 這個子公司叫 創博股份有限公司 那它的焦點市場的是放在 第一個 工業等級的教育機器人套件 第二個是 將機器人與自動化導入零售和服務業 第三個 可與不同構建及品牌相容的工業機器人控制器 第四個是 貼標機或工具機等智能產線 康博的總經理 沈倩宜表示 自主研發的 Ethercat以太網控制自動化技術啊 加上開放架構 是AI與機器視覺的最佳助力 舉例來說 在無人搬運車上面 架設機器手臂 成為自主移動式機器人 或是將原有機器人升級 不與機器視覺做外觀瑕疵的檢測 而這些呢 創國與全球四大機器人廠 包括瑞士ABB 德國KUKA 日本法納科 以及呢 鞍川電機呢 都有合作 那收惠與智慧聯網 應用增加 加上呢 工控自動化需求強勁啊 以及疫情之後 導入機器人 無人工廠等智慧工廠定當暢望 那星漢呢 今年2023年第一季 稅後近期達到1.29億元 相比去年第四季 繳出了倍增的一個成績 而且呢 比去年同期的 0.93億元 也是大增 那EPS達到0.92元 不過呢 受到客戶短線庫存調整的影響 短期營收呢 恐會下滑 那到第四季呢 才會有機會 再恢復成長 但是呢 以中長線來講 電動車 5G 物聯網 及工業自動化等等 都是公司未來主要的發展動能 那節目的最後呢 我們再幫大家整理一下今天節目的幾個重點 首先呢 第一個 全球自動化產業在2021年到2026年 它的年負荷成長率是8.2% 那市場規模排名前三大的為感應器 工業機器人 以及呢 機器視覺 那至於台灣廠商的強項 則是在工業電腦及傳動元件 那第二點呢 則是台灣自動化產業的領導廠商呢 是2049的上癮 即使呢 上癮在2023年獲利很有可能會衰退 但是呢 中長期仍然會受惠於自動化市場 一個整體成長的一個趨勢 其次呢 6166的 零華的競爭力基 包括 它和鴻海合作的自主移動機器人 及邊緣智能的商機 那6188廣民最大的體材 則是它持股八成的子公司 達明機器人 那至於8234的新漢 它旗下的創博 專精於工業自動化 更是呢 與全球前四大的機器人廠都有合作 以上呢 就是這一集全部的節目內容 希望大家呢 能夠對於台灣的自動化 及機器人產業 有更清楚的認識 當然呢 如果你們對於未來世界的 AI機器人應用場景 有任何的想法 或是擔憂的地方 也都歡迎在下方的留言區呢 跟大家一同來分享 那最後呢 別忘記幫我們按讚訂閱 以及分享 就是對我們最大的鼓勵 感謝各位的收看 下周再讓我們一起向前看 8.4月1日 раб 11.2日ium 到 ninth書 順到了 170 inform者 二